塑膠袋真方便 日常生活好好用 但使用它真的没问题吗 塑膠袋里有塑化剂 要高温还有油脂就会溶出 拿来装常温食物也逃不掉 你吃食物时 塑化剂也跟着一起下肚了 塑化剂进入人体后 影响脑袋内分泌 男生精子减少变女性化了 女生会性早熟 胸部提早发育 太多塑化剂 还会造成小朋友气喘 过敏 这些问题 生活里越来越常见了 你发现了吗 塑膠袋真好用 它来装垃圾后一起丢掉 家里好干净哦 但它去了哪里呢 它可能流到下水道 排水系统堵堵堵 难怪一下大雨 越来越常淹大水了 它可能被买在土里 释出化学毒素 有一天 动作物再也无法长大 人类就得二肚子了 它可能送进焚化炉 化学材料经过燃烧变变变 空气有毒了 微粒增加了 温室气体变多了 地球暖化了 塑胶袋全面攻占地球 人类自食恶果 用自己的健康付出代价 也让地球走向毁秘 这塑胶袋 你还用得下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